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给您一些国内外的重要新闻 美国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 Tesla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今日28日下午突然抵达北京 并获总理李强高规格接待 李强表示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 堪称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 中方延出必行将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的营商环境 中国工业汽车协会28日晚上公布 特斯拉等通过国家车辆数据安全权威标准和要求 这将有利全面解除如机场、高速等 对特斯拉的进行禁停限制 在白宫记者晚宴上 美国总统拜登和喜剧演员乔斯特 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嘲讽 拜登开玩笑说 他的对手正面临法律纠纷 而乔斯特则强调了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差异 在晚宴现场外 抗议者高呼自由巴勒斯坦 抗议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行动 在德国汉堡 超过1000人参加了一场示威游行 呼吁在德国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这场游行由穆斯林互动组织发起 该组织因极端主义而受到调查 尽管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批评 德国政治家仍不愿放软对以色列的支持 并被指控压制言论自由 在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费特曼表示 一些共和党人对他表示喜爱 并不让他感到困扰 这表明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跨党派合作是可能的 在德国 一名6岁的自闭症男孩失踪 搜寻行动动员了警察 士兵 消防员 志愿者 以及各种搜救手段 搜寻行动将在周一继续进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特斯拉通过中国汽车数据安全四项要求 有利全面解除进行禁停限制 美国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今日28日下午突然抵达北京 并获总理李强高规格接待 李强表示 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 堪称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 中方延出必行 将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的营商环境 中国工业汽车协会 28日晚上公布 特斯拉等通过国家车辆数据安全权威标准和要求 这将有利全面解除 如机场 高速等 对特斯拉的进行禁停限制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的发布 关于汽车数据处理 四项安全要求检测情况的通报 第一批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全部车型 符合合规要求 成为唯一一家符合合规要求的外资车企 根据公示显示 特斯拉作为首批 通过国家权威车辆数据检测的企业之一 在车辆检测过程中 按照相关法规标准和检测流程开展 符合国家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GBT41871-2022 信息安全技术 汽车数据处理安全要求 等法规标准 有关规定的四项合规要求 车外人脸信息等匿名化处理 默认不收集座舱数据 座舱数据车内处理 处理个人信息显著告知等 除特斯拉外 首批通过国家权威车辆数据检测车型 涉及企业包括比亚迪 理想 路特斯和重新能源 和蔚来 全自动驾驶 Full Self Driving 简称FSD 是特斯拉近年来的研发重点 在中国市场 特斯拉也早有布局 此前 特斯拉已于2021年 特斯拉上海数据中心 实现数据本地化存储 此外 特斯拉还曾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 对公司信息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审核 并通过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 27001 此次通过国家权威数据安全检测 为特斯拉推进 FSD进入中国市场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特斯拉方面表示 各地对特斯拉使用限制 已陆续取消 包括特斯拉在中国的制造中心城市上海 李强看了北京车展赶鼓舞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 具巨大需求空间 中国总理李强今天 28日在2024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调研 表示 看了车展 感到很受鼓舞 我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强劲 他强调 当前中国和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 都在持续增长 具有巨大的需求空间 近期 美国 欧盟等 声称中国电动汽车等 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指责中国以低价在海外倾销 导致市场扭曲 工人失业 损害他国经济 李强在北京车展调研 参观了东风 比亚迪 智己 吉月 宝马 吉利 小米 赛利斯 小鹏等多家汽车品牌展区 查看参展车型和技术展示 与相关企业负责人交流 他指出 要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坚持以科技创新 引领产业创新 深化拓展开放合作 促进汽车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升级 更好满足和创造市场需求 他强调 当前中国和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 都在持续增长 具有巨大的需求空间 中国将一视同仁 对待内外资企业 促进中外车企在资本 技术 管理 人才等方面 开展更广泛交流合作 共享中国市场机遇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 共同发展 互利共赢 李强指出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 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 以及换新 要更好发挥汽车产业 在扩投资 促消费方面的带动作用 让更多优质汽车产品 进入居民生活 要落实好支持购买使用政策 加快构建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多挫并举优化消费环境 激发消费热情 更大程度释放汽车等 大宗商品消费潜力 在最近的一系列活动中 从白宫记者晚宴到德国汉堡的示威游行 再到美国参议员约翰 费特曼 John Fetterman的政治立场 我们见证了政治舞台上的多样声音 和复杂情感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当前国际 和国内政治的紧张局势 也反映出社会对于自由 民主和多元价值的深刻探讨 在雅虎美国报道的白宫记者晚宴上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和喜剧演员柯林 乔斯特 Cullen Jost共同成为了焦点 他们以轻松幽默的方式 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的法律问题 进行了嘲讽 拜登以对手的法律纠纷为题材开玩笑 而乔斯特则强调了 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差异 任为2024年的总统选举 再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晚宴现场外 反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抗议者高呼 自由 自由巴勒斯坦 而在电讯报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德国汉堡超过1000人的游行示威 他们呼吁在德国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这场抗议由穆斯林互动组织 Muslim Interactive发起 该组织因极端主义 正在接受汉堡国内情报部门的调查 该组织在TikTok上 拥有24000名追随者 此前曾组织过 反对公开焚烧可兰精 和支持哈马斯的示威活动 尽管遭到其他世界领导人的批评 德国政治家们一直不愿放软对以色列的支持 德国还被指控通过禁止抗议活动 来压制言论自由 危及民主 另一方面 雅虎美国的报道中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表示 即使一些共和党人对他表示喜爱 他也不会感到不安 费特曼在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和美国南部边境问题上 与自由派民主党人持有不同意见之后 获得了一些共和党人的好感 费特曼的立场 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中跨党派合作的可能性 以及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问题上 寻找共同点的重要性 这些事件显示 无论是在国际舞台 还是国内政治中 对话和多元的声音都至关重要 从白宫记者晚宴上的幽默 嘲讽到德国街头的示威游行 再到美国参议院中的政党合作 这些多样化的事件和立场 反映了当前世界各地对自由 民主和多元价值的探索和辩证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维护对话和尊重不同观点的空间 对于促进理解和和平至关重要 在德国北部 一名患有自闭症的六岁男孩Arian 于周一晚上离开了父母的家 并最后被看到向邻近的森林跑去 此后 约有1200人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搜寻行动 这场行动集结了警察 士兵 消防员 民防机构成员 以及数百名志愿者的力量 但仍未能找到这名失踪男孩 搜寻区域已扩大至更偏远的地点 搜救队伍动用了船只 无人机 搜救犬和人链等多种手段 警方表示搜寻将在周一继续进行 并且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此事件涉及他杀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